大陆警方查获长沙一间工厂 非法生产豆皮 工人直接采在豆皮上作业 极其生锈 厂房内长蜘蛛网 明明是湖南长沙生产 标签却写着河南许昌 更夸张的是 豆皮的主要原料是黄豆 但现场根本没半颗黄豆 业者用玉米淀粉做假豆皮 再加上香精 让味道更像 另外还会添加防腐剂 1600公斤假红豆以及原料 设备全数被没收 而市面上各种标榜的梅子 也不一定是梅肉做的 品名酒制梅肉配料确实桃肉 记者购买多种品项 其中只有一种是梅字 泰国乌梅 美国西梅都不是梅 而是梅字 那它写的是配料是双黄梅 所以它可能跟泰国 可能关系还不大 梅类产品大部分品名不实 消费者想辨别 只能靠自己睁大眼睛 仔细看看原料标示中 到底有没有梅肉了 记者综合报道